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见您在北京大学讲在做今日点击的节目呢 他说这机能就给我弄醒了 有时候成语有句话叫梦想成真 大家看过盗梦空间 直接讲的就是梦 对吧 一层 两层 三层 当走到印象中是第五层的时候 不能再往下过去了 说再过去的话就怕回不来了 他有那么个说法 我就咱就瞎掰啊 咱就瞎聊天 一层 两层 三层 当走到那一点的时候 他回不来了 所以那一点很关键 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的天际之间 跟星际穿越 咱们跟星际穿越 咱连的一起说 我们生活在太阳系 如果诺兰讲的 那梦中的一层 两层 三层 触及到那个界限 那个界限如果正好是这太阳系的边缘 就变成了我们人的内在的 灵魂的微观的部分 跟我们生活的氛围当中的宏观的部分 正好遥遥相对 对应起来了 搞不好 他说的那一条界限 就是太阳系的界限 没准是 没准不是 咱就瞎掰 瞎掰 这是我个人用我自己能理解的 咱就瞎掰 快过年了 说点轻松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探索的是什么 真相 一切的事情都在真相的过程中 知道真相 可能对于我们人自身是最大的意义 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这是法广的报道 他说 布满特首及中联办表现 中央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 秘密访港 这里提到的是 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的副主任蔡奇 日前秘密到香港 对中联办进行调整干预 而蔡奇秘密来香港 是因为中央对中联办和特首梁振英不满 因此超过了组织部 这里有意思啊 超过了组织部 超过了港澳办 国安部 直接干预香港人士 预计会有高官下台 超过了组织部 那就是对今天组织部的当官的不满意 超过了港澳办 卖过了 那就谁 张德江完蛋了 对不对 超过国安部 那是政法委体系 也就是超过了整个的 过去的党务体系的机构 他是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份 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来的 前香港信报的总编 现在的网上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黎泽芬 12号写了篇文章说 这样的传闻绝非空穴来风 那意味着习近平 在雨伞运动事件之后 以重新掌管对港事务 包括张德江在内的鹰派 面临失事 所以后来的朋友 没看明白的 以为这是新消息的 你就看石涛的 2014大事件回顾 一共做了19集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从去年的5月中旬 曾庆红露面 一直到这个12月 12月初 这个梁振英在香港清理战中 这一段时间的节目 你看一看 你就知道这一段的故事 所以那一段要看过我节目的人 我相信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 根本都不是新闻了 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去年发生的战中事件 并没结束 那梁振英和中联办 不断以高压姿态 激化矛盾 战中初期 梁振英曾决定开枪镇压 来自香港的人士表示 香港开枪的罪恶 超过了一个专制制度下的 我自己感觉呢 在这个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梁振英曾决定开枪镇压 写这篇文章的人 还在替江泽民说话 不打地 跟你说 咱原来说过 现在还替曾庆红江泽民说话的人 就是助纣为虐的人 挺麻烦的 咱说句心里话挺麻烦的 如果天灭中共 苍天会在这个背景之下 首先被灭掉的代表式人物就是江泽民曾庆红 你拐着弯的 你今天把替人家江泽民曾庆红把梁振英卖了 还替江泽民说话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 真的 神佛就在你背后 但地狱的门也向你敞开了 这事就是这么回事 梁振英 他哪有那个权力 他哪有那种本事 哪有这种可能去决定开枪 我这没文化的人都知道 您这么有文化的人 瞎编这可哈呀 糟蹋自己文化嘛 这不是 对吧 糟蹋 真的糟蹋 但是反过来也说 确实看来是江泽民完了 确实是打到他脑袋上了 才会说这种话 香港苹果日报认为 继蔡奇之后 应该有着更高级的官员 要来香港亲自收集民情 就是想知道事情真相 那叫黎泽分 这个人在苹果日报上写文章说 蔡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三中全会成立起来的新的组织 凌驾于国家现行的国家机构组织之上 是由习近平任组长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人理解是意思了 这个是那么个意思 但是在阐述上是有问题的 它不是凌驾于现行的国家组织机构上 它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结果 它凌驾于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 它是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概念去 废掉政治局常委 废掉政治局常委 那他也讲说原先全权负责港澳事务的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已经靠边站了 而其他各级负责港澳事务的北京官员如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雅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已经趋于低调 所以习近平明显已经亲自在主理香港事务 这次秘密派出蔡奇一定是有来头的 因为在张德江以下 在处理长达79天的占领行动中 不少人都为习近平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政治上必须负责任 而张德江最后一次备受传媒报道的活动 其实是相当低调 他说包括澳门回归15周年 包括崔石安连任都没见到张德江的身影 在那个时候报道当中我已经跟大家讲 对吧 我说为什么张德江没去 没看着 这是有问题的 中共国安部的副部长邱进 被这个海外的主要的放料的中文网站两家 说他已经被抓了 这一直说继马剑之后就被抓了 而有关邱进被抓的消息 马剑被抓的消息 不是2015年的消息 其实2014就一直有传闻 BBC的报道说 党媒刊发了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的文章 那等于是平息了被查的传言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在过程中 邱进为什么被传出来被查 邱进的文章为什么又被登在人民日报上 现在是个过程 我个人只能这么说 但是呢 我还要说那句话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有些认为自己在中南海里有线的人 有内线的人 搞不好 那条线把你一拽 把你给拽勾里去了 把你给拽勾里去了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那今天法广两个小时之前登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就在我的眼睛里 也是验证一些事情的真相的消息 中国国家空管委的办公室副主任 刘子荣跳楼自杀 生死不知 这个是香港明报的消息报道 刘子荣去年升任总参作战部空管局局长 兼国家空管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 让我直接想到的是 去年7月20号左右 为期一个星期时间 在习近平出访的过程中 北京到上海之间的飞机 就像绿豆营一样 瞎飞 那当时整个的传言是谁呢 就把郭伯雄进行了化妆 对吧 有化妆成老太太的 外国女人的 外国老女人的 外国年轻女人的 这化妆成什么样都有 还有涂骰的 涂了漆骰的也都有 也就是说 当时空管的状况是这么状况出来 文章就介绍了一下 这个中共的这个空管的这个机制 这个中共空管的机制 大家要注意 它是归这个总参的作战部来管的 所以它实际是一种半军事化 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 是军队直接参与的 而总参是谁的天下呢 郭伯雄的 传这哥们被自杀是哪天呢 10号自杀 10号是什么日子呢 10号是总后勤部部长赵克时 宣布在军队进行这个财务大清查 为期一年 10号是郭伯雄 郭伯雄的秘书 郭伯雄的儿子被抓的这一天 大家就对等了 我觉得后子就不用说了 对吧 所以在我看来 这哥们跳楼呢 哎呀 就是不知道是自己主动跳的 还是被跳 现在就打到这份上了 但是他作为国家空管的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他跳楼飞起来了 这是专业技术 这点你不得不承认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